多如期来的倾盆大雨 新北市黄金博物馆前的楼梯成了滑水道 三峡家园路也出现淹水情形 还有民众搭火车北上 经过三凋零战时被窗外景色吓到 大量雨水从山坡冲刷而下 火车还一度倒车 找寻高地避开淹水 就连比赛也被搅局 在雨中奋力往前冲 台北市全国田径公开赛下起磅礴大雨 选手们几乎看不清前方 就是因为受到低压带 以及热带性低气压TD-19影响 周日全台各地都有强降雨 尤其TD-19刚好巧妙绕过台湾 往西南转向台湾海峡 路径相当少见 大的低压环流 其实它是会有一个逆时针方向 TD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是顺着这个低压环流 因为它强度也是相对比较弱 所以它也会跟着这个低压环流去走 那刚好台湾就是处于这个低压环流的边缘 那后续的状况它会逐渐的减弱 它减弱之后 它自己就会成为这个低压环流的一部分 虽然TD-19不会增强为台风 但它带来的雨势不容小觑 这湿搭搭的天气将会持续到周一 周二起各地将会转为多云稻情 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的民众 则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至于到了月底 水气又会再增加 北部东盘部要留意雨势 在24号这天的时候是多云稻情 但是在26号之后 东北风的影响 这个东北风有可能是整个大环境 就是在低压态的边缘 北部跟东北部一样 这样已经会稍微的增加 除了大雨来势汹汹 沿海及离岛也会出现长浪 民众要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每日新闻综合报道